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有一点点少 有位同学说可不可以让它漂浮起来 我们先可以来实现一下 让这个石头来上下漂浮 但是得学两个新的东西 我们进到这个蓝图里面来 这个石头的蓝图 来个什么东西 叫做timeline 添加一个时间轴 什么叫时间轴 它可以在一个固定时间内输出一段值 什么意思 我们直接来用 把这个时间轴改个名字 我们改成这个floating 漂浮双击进去 好可以看到这一边 时间轴可以输出几种值 第一种输出这个浮点数 然后输出向量 向量就是三个值XYZ 然后还可以输出事件输出颜色 我们先来个浮点数 浮点数 点一下给它取个名字 我们输出的这个值就是α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下面有一个坐标器 我们添加一个关键帧 再添加一个关键帧 再添加一个关键帧 好我们先不着急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操作完之后再来解释 第一个点 我们在0秒的时候它为0 然后慢慢的1秒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1 然后第三个点 2秒之后它又变成了0 好 于是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值 就由0到1 又由1到0 然后持续的时间到2秒 对不对 2秒 所以呢 就由 这个值会怎么输出 会有0.1 0.1 0.2 你看这个值 它会慢慢慢慢这样变化 一直到1 然后呢 又慢慢慢慢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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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时间轴的作用 我们把这一个循环打开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让它漂浮嘛 原点位置往漂上去 漂上去又漂下来 好 所以呢 让它循环起来 而且让它自动播放 不断的一开始就自动在漂浮 使用最后一个关键帧 什么意思呢 让它首尾能够相接 手尾能够相接 好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轴 你先来理解以后 理解一下 之后我们会大量使用这个东西 好 于是乎呢 我们这个地方多出来一个α 这个α值 我们先不着急让它漂浮 我们先让它看一下 我们先打进制服上 看一下 这个α值会输出些什么东西 好 我们点运行 你可以看到这个值会由0到1 然后到1又到0 CM不断的在上下浮动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时间轴起到的作用 它不断的在输出这个值 好 我用这个值干什么呢 控制我的石头的相对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设置这个石头的相对位置 好 这个位置实际上是Z轴 漂浮起来就是Z轴 让这个Z轴呢 由0到30 又30到0 0到30 但是又有30到0 但是呢 我们这个是输出0到1 好 交代了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Z轴 差值 什么叫做差值呢 我们由0到1 来控 0到1实际上就是什么 从0到100 对不对 来控制这两个值 当我是0的时候呢 这个值为A值 当我变成1的时候呢 这个值就到了B值 所以我们来个30 于是乎它就会输出 一个这样的向量 由000一直到0030 又有0030 慢慢慢慢又回到000 因为这个 由这个值来控制的 由这个值来控制的 好 这个是差值 差值和时间轴 我们之后会大量碰到 所以你这个地方呢 首先你可以多尝试一下 然后万一没有听懂呢 之后还有很多机会 可以听懂它 好 我们再来运行 看一下这个石头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石头 它上下在飘动了 它上下飘动的 范围是30 好 这个就是实现 这个石头的浮动